刚才那个练习是整个练习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 到底现在这练习是什么Key 呢? 什么Major 呢? 它是不同的次序 譬如第一个小节是La Do Mi La La Di Mi Do La 然后下一个小节是由C-Sharp开始 即是C-Sharp A C-Sharp E 就是A Major Chord 里面的三个音 就是La Do Mi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小节就是 次序是Root Position La Do Mi La La Mi Do La 下一个小节再由C-Sharp开始 Do Mi La Do Do La Mi Do 第三个小节就是由E 它一直在加深你 但是它不是想以一个乐理的方法告诉你 它是想你知道 我们现在在A Major Chord 里面 不管你那些音是怎样齐 是底中间高 还是中间高底 底去到上面 你都要有这个A Major 的感觉 你试试看可不可以看到 如果不是呢 你试试去想 如果不是呢 你单独去看那些音准 你总是 这首歌我拉得准 或者我这一行拉得准 下一行又不知为何不准 或者我这个小节拉得准 下一个小节又不知为何 不听了 因为你没感觉到 现在这四个小节是在什么Key 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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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moi 就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